今天 来人心的告白 你是热情的芒果 我就是狗狗的存在 歌手李文在荧光幕前 总是散发热情和满满正能量 若非因为揍事 很多人或许都不晓得 忧郁症让他如此痛苦 这个性格如果是采取压抑性的 好胜的性格 所以他在你面前的时候 呈现都是很美好的 很灿烂的 很愉快的 但是等到他一个人的时候 他是很低落的 很不开心的 很孤立的 甚至很无助的 很无望的 那时候就会走上 轻生的悲剧 罹患忧郁症的人 若个性本身好强 越是在众人面前展现坚强 就越有可能将压力 不断往身上堆积 在优蔽黑暗的世界中 自己一人望着顺利世界 而这个症状可怕的地方 就是在于自己无法控制 大脑的认知思维 第一个 你有没有规则服药 有 我现在目前有规则服药 定期回诊追踪 确保不好的念头不再发生 他是患者 魏兆文 第一次罹患忧郁症 就是在产后 在帮小宝宝洗澡的时候 然后我先生进来 第一个我也没有意识到他进来 第二个他发现 小孩子已经在那澡盆里面 不知道已经放了多久 就一直淹在那边这样子 对 那时候我才警醒到 我到底怎么了 然后你知道就会有很强烈的罪恶感 强烈的罪恶感 让魏兆文产生不好的念头 还好在先生与孩子的陪伴下 慢慢走出来 但过了十年 因为爸爸罹患癌症 在长期照顾下 忧郁症又再次找上门 然后每一次我照顾他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是好像硬撑着 然后等到回到家里面的时候 我都会大哭 这样大哭 你会觉得自己像行尸走肉 责怪自己没有及时发现父亲的病情 才让爸爸饱受身体之苦 罪恶感一天比一天强烈 我觉得我自己很没有用 是一个没有用的女儿这样子 对 那那个时候 其实会散过去一些不好的念头 这样的心情恐怕你我很难体会 因为忧郁症的情绪 恐怕只有两种人明白 一种是曾经得过忧郁症的人 另一种则是正遭受忧郁症袭击的人 即便是医生从未经历过 也还是难以明白那有多痛苦 根据统计 全台有两百万人符合忧郁症状 其中三分之二的忧郁症患者 曾享清身 更有百分之十五的忧郁症患者 死于轻身 歌手艾成也曾透露自己忧郁症缠身 曾经暴影暴食还因此失业 在去年八月宙式享年四十岁 有志难生 我只能靠一个电台 我唯一的管道 没想到中间真的历程蛮长的 我没有想过会熬那么久 艺人黄紫娇也坦承自己 曾是忧郁症患者 身心受创送医 这些患者就在你我周遭 我们都不希望他们发生汗事 一时提醒 忧郁症的九大症状 包含烦躁郁闷 兴趣减少 体重食欲下降 还有失眠嗜睡或思考动作变慢 以及心理思考上的变化 若发现有这些状况 一定要尽快就医 有一些人嘴巴常常挂着说 我不想活人 那种人或许也有人 就是希望你关心他 患者越是没有把丧气话挂在嘴边 代表着越是牙液 这样的人更是要接纳与陪伴 让他们从阴霾中走出来 持续对生活抱有期望